人们在互联网上上传了遇到的各种奇怪的不明生物的经历 尤其是许多目击事件 你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 人们把自己的影子无认为是妖怪这样的 从那些长只无脸生物 到被长着14英寸大脚浑身毛皮的巨型人形生物追赶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 有未知掠食者的遭遇 它们一定会让你急备发凉 早在2017年 一位匿名的红敌网用户 我们称他为亚当 分享了他11岁时的一段经历 当时他住在俄克拉哈马州南部的一个 到处都是森林的小社区里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夏日 亚当班上的一个朋友 带着他8岁的弟弟来家里玩 男孩们花了一天时间在树林里尽情探索 但当他们下午沿着一条幽境 杂草丛生的小路返回时 一种独特的感觉悄然袭来 他们貌似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然后亚当发现了他 一个人影站在离树林大约100英尺的地方 面对着他们一动不动 他的部分身影被树枝遮住了 但是他的外表却清晰可见 他身高约7英尺 皮肤呈白色粉末状 手臂又长又垂 最令人不安的是 他没有明显的面部特征 他肯定不是人类 也不像亚当见过的任何动物 男孩们立刻向旁边的田野冲去 然而 怪物在旁边的树丛中对他们紧追不舍 他毫不费力地在树叶间来回穿梭 好像他的脚几乎没有碰到地面 直到他们穿过亚当家附近的另一片田野时 那个身影才突然消失了 但他们的问题还没有结束 在匆忙中 男孩们与亚当朋友8岁的弟弟走散了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折返回去找到他 幸运的是 就在他们到达通往前一块田地的大门时 那个8岁的孩子泪流满面地冲下了小路 这个可怜的孩子几个小时都不肯说话 当他最后终于开口说话时 他们的心都凉了 他透露说 在他们奔跑的过程中 他一个踉枪摔倒了 当他抬起头时 他看到那个怪物就站在附近 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即使男孩站起来飞奔而去 也是如此 直到今天 男孩们也无法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做出合理的解释 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他没有伤害他们 就不再追赶他们了 除非俄克拉和马州 有我不知道的速度极快 面色苍白的长颈鹿状群 否则这种看似好奇 却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的真实身份 似乎仍将是个谜 你能认出这个未知的掠食者吗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分享了下面这个故事之后 红帝网用户 Dumbaster 在黄野郊外扎营之前 一定会三思而后行 他和女友兴致勃勃地来到 加利福尼亚州 红山国家森林的露营地 惊喜地发现 除了他们之外 其他居民只有露营地的主人 和一位养狗的老太太 这对情侣很快就准备好了一切 并在太阳下山后 在隐蔽的地方安顿了下来 但是平静的隐居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当天晚上 这对夫妇被营地周围垃圾桶里翻找东西的声音吵醒了 由于地处雄乡 Dumbaster用车钥匙打开汽车 试图吓跑这个怪物 但他还是不断地回来 最后 翻箱倒柜的声音停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 离营地大约一百码远的田野里 传来的奶牛的吼叫声 红帝网用户一开始以为是土狼在攻击奶牛 但随后另一种声音在空气中响起 那是一种低沉 隆隆的嚎叫声 音调慢慢升高 而且声音还不止于此 在营地周围 尽管天气完全平静 但听起来就像树枝被折端了一样 红帝网用户已经忍无可忍 他把手电筒伸进帐篷的窗户 惊恐地看到 一个巨大的东西跑了出来 脚下的地面都在震动 那怪物又发出一声隆隆的嚎叫 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只留下一片寂静 这位红帝网用户和他的女朋友 在惊恐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他们开始检查营地 奇怪的是 尽管他们听到了什么 但垃圾桶似乎完全没有被动过 周围的树木也完毫无损 唯一能证明来访者的证据 就是一个疑似人类的脚印 只不过比普通人的脚印大得多 这位红帝网用户自称是个怀疑论者 他试图保持理性 但就是无法摆脱超自然的恐惧感 尤其是天一亮 那位带着狗的老太太就慌慌张张匆匆离开了 不出所料 红帝网用户也跟着走了 当他们在回家的车上讨论他们的经历时 Anbaster的女朋友很快就否定了 他们深夜的访客是一只熊的可能性 他在油管上调出了 人们在北美林地捕捉到的各种录音 有人称 这些录音是臭名昭著的原类隐居生物 大脚野人的嚎叫声 这位持怀疑态度的红帝网用户一开始觉得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但其中一段录音却让他不寒而栗 他听起来与他们听到的完全一样 听一听吧 令人不寒而栗 不是吗 当他们正在睡觉时 回荡着这样的声音 难怪老太太不想再待下去了 但我要告诉你 什么听起来并不可怕 事实上 听起来确实相当惬意 那就是订阅必应差异 并按下那个小铃铛的声音 确保你永远不会错过 我上传的任何稀奇古怪的内容 好了吗 好极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未知掠食者 丛林漫步伙伴 2012年 红帝网用户香蕉面包 在澳大利亚蓝山 独自享受了一次丛林徒步旅行 他决定在距离人行道 约330英尺的地方扎营过夜 远离人们的视线范围 就在香蕉面包开始进入梦乡时 他被灌木从中传来的脚步声吓了一跳 但由于脚步声听起来太轻太快 不像是人发出的 尤其是考虑到灌木从是如此的茂密 他想 应该是从树上掉下了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早 香蕉面包收拾好行李 继续他的冒险之旅 他和一些朝另一条路走的人偶遇之后 很快又独自一人步行了 只有树上的鸟叫声 和他自己踩在小路上的脚步声 但突然 另一种声音出现了 他身后某处树枝折断的声音 红帝网用户转过身来 眼前的景象几乎让他心跳停止 在灌木从之间的阴影里 潜伏着一个长腿生物 身高将近九英尺 深灰色的皮肤 巨大的黑眼睛 还有一个异常硕大的脑袋 他没有回头 一直跑一直跑 直到遇到其他一些 丛林中徒步的人 才停了下来 香蕉面包试图解释这一切 尽管他们并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但看得出他非常痛苦 于是就让他和他们一起走完了剩下的路 至于那个生物 这位心烦意乱的红帝网用户 确信他看到了一个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 不仅没有皮毛 而且比任何已知的澳大利亚动物 或者其他动物都要瘦长得多 此外 他的四肢长度和增大的头部 也与人们经常报道的灰色外星人形象相吻合 只是比普通的外星人要高得多 不过 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首先 香蕉面包可能经历了偏视症 偏视症是人类大脑的一种习惯 即在无生命的物体上看到图案或图像 通常是有脸的图案或图像 考虑到帕利多尼亚症 所谓的外星人 有可能只是一颗光线昏暗 畸形的树和他弯曲的肢体 相比之下 想想你上次在晚上熄灯后 突然不确定 椅子上的形状究竟是一个人 还是你披在上面的一件外套 你的大脑可能已经告诉你 那是你的大衣 但你可能还是开灯检查一下 不过 不管这是否归咎于偏执狂 我当然不会责怪那位澳大利亚红帝网用户 他还没有坚持到底呢 在篝火旁分享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这会使得夏令营变得臭名昭著 但如果你的夏令营变成了恐怖故事呢 这正是发生在D-Lite98身上的事 这位红帝网用户参加了一次童子军旅行 在那里他与其他20多名男孩同住一间小屋 每次需要使用公共厕所时 他都必须沿着一条碎石路跋涉220码 一天晚上 在围着火堆讲了一些可怕的故事后 D-Lite98和他的一个朋友沿着那条碎石路出发了 上完厕所后 当他们返回小木屋时 事情发生了险恶的转变 一种本能的恐惧莫名地涌上心头 当红帝网用户向身边的人看去时 他知道他的朋友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男孩们加快了脚步 都挥舞着小刀来保护自己 但是 当他们突然想往身后看时 却发现一个六英尺高 浑身毛皮 长着猫一样耳朵的怪物 正蜷缩着两只脚站在他们身后 这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刀 就像树枝一样脆弱 看到这个生物时 男孩们都尖叫起来跑向小屋 这个生物的非自然双足外形 于2017年以来 在网上流传的这张图片中的怪兽相吻合 据称这张图片是在 威斯康星州的荒野中被捕捉到的 那只怪兽嚎叫着 然后脚步声朝他们的方向扑来 红帝网用户和他的朋友 敲打着木屋的前门 在被放进来的那一刻 他们猛地关上并锁上了门 然而 当他们想起后门根本无法上锁时 这个时候任何的慰藉都不起作用了 尽管大多数童子军都对这突如其来的恐慌 感到莫名其妙 但他们还是一起把一张桌子推到后门 准备好小刀来站岗 望着黑暗的屋外 每个人都仔细听着 当怪物靠近后门并撞击他 试图破门而入时 他们不再怀疑这是恶作剧了 D-Light 98开始期待最坏的结果 但几乎就在男孩们被恐惧笼罩的时候 撞击声停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阴森恐怖的寂静 那怪物似乎已经放弃了 留回了他那可怕的巢穴 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当晚更容易入睡 当大人们早上来到小屋时 听到了这个荒谬的故事 他们只是笑了笑 这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 因为年轻而富有想象力的男孩们 并不总是会被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消息来源 即便如此 夏令营主持人也不应该这么轻易地否定他们 即便那不是嗜血的爬行动物 也肯定可能是同样危险的大型美洲狮 狼 甚至是在附近游荡的熊 尤其是熊往往会发出令人窒息的嚎叫声 能用后腿站立 并在面对面时快速冲击而来 幸运的是D-Light 98和童子军们 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动物 而他们的营地主管 也没有因为缺乏关心而酿成悲剧 不过 我感觉从那时起 他们上厕所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狩猎猎人 作为一名热衷于打猎的猎人 来自肯塔基州的红帝网用户 约翰·塞纳 有幸拥有一片充满野生动物的四人林地 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测试新枪支的完美射击场 一天 在购买了一支AR15型步枪后 约翰决定试一试他的枪 他走进了森林 但当他向深处走去时 约翰脖子上的寒毛竖了起来 因为他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 令人不安的 被人监视的感觉 尽管他很快就把这种感觉抛住脑后 继续打猎 然而 当他继续前进时 他变得非常不安 于是他停了下来 给步枪上膛 并一直小心翼翼地扫射着树林 突然 约翰闻到了一股腐烂的味道 像是被太阳晒过的肉 他环顾四周 就在他身后躺着一只附属的残骸 他看起来很新鲜 新鲜地无法解释这股强烈的气味 约翰觉得这只附属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确信自己刚才经过时 这只附属最初并不在那里 就好像他是为他而被丢在那里的一样 但是 约翰不喜欢疑神疑鬼 于是 不管自己的直觉 他继续往前走 而且 约翰还有一把巨大的心枪支 可以保护自己呢 但是 当约翰走进一块 他经常让奶牛吃草的田地时 他听到旁边的小溪里 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水花 他转过身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眼前的景象让他血脉喷张 一个至少有八英尺高 非常瘦小 浅棕色 像鹿一样的皮肤 紧贴着身体的人形生物 缓缓走进小溪 就在怪物看向他的那一刻 惊慌失措的红帝王用户 试图准备好他的枪 但尽管这是一把崭新的 著名的可靠装备 子弹还是卡住了 当怪物开始移动时 约翰屏住了呼吸 但他并没有发动攻击 而是悄无声息地转身跑开了 可以理解 约翰也没有在附近逗留 安全到家后 他联系了一位 拥有丰富隐期生物知识的朋友 他确信约翰遇到了一只雪怪 这些邪恶的食人生物 起源于美洲原住民的民间传说 无数人在网上声称 不论真假 都拍到过类似这样的照片 据报道 看到雪怪时 往往会伴随着一股 莫名其妙的死亡恶臭 这与约翰在附属附近 遇到的那股 似乎不可能腐烂的气味 不谋而合 但是 尽管约翰在那天之后 无数次走过同样的路线 却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生物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 或在该地区有类似的目击事件 约翰的说法仍然是唯一的证据 至于更可靠的解释 那只长着弹力皮肤的雪怪 可能是一只患有界险的熊 这是一种导致脱毛的皮肤病 由于约翰的惊恐状态 他可能被认为比实际体型更大 不过 无论如何 我认为可以放心的是 约翰再次走进那片阴森恐怖的树林之前 一定要确保他的枪支可以正常工作 火一样的眼睛 在小斯嘉丽小时候 1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盖伊堡 他在liveabout.com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当时 他正在安顿僻静的新家的第一晚 一家人一整天都在整理行李 到晚上11点 斯嘉丽已经筋疲力尽 他躺在一楼卧室的床上 半睡半醒地望着没有窗帘的窗外 这时 他看到了一个让他永远无法忘却的东西 一个七英尺高 长着翅膀的身影正坐在院子对面的树上 斯嘉丽觉得自己被冻僵了 因为他那双发着红光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就在斯嘉丽向鼓起勇气躲进被子里的时候 一个重物砸在了窗户上 斯嘉丽以为那怪物飞了过来 想破门而入 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 尖叫着跑进了屋子 当妈妈发现他时 他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但即使他解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 他的父母还是不相信他 他的父母很容易忘记这些发生的事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嘉丽也忘记了 32年后 他和丈夫一起去剧院观看了鹅人预言 斯嘉丽的记忆被拉回了那个夜晚 电影中描述的鹅人 以及现实世界中报道的鹅人 也就是一个长着发光的红眼睛 和十英尺长翅膀的人形生物 天哪这一切都那么的熟悉 斯嘉丽全心全意地相信 他曾经见过他 特别是考虑到盖伊堡 距离普莱森特角以南 只有大约80英里 而许多最初的鹅人目击事件 都发生在那里 斯嘉丽真的见过这个隐者吗 还是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 被一只特别大的毛头鹰惊吓到了 这只毛头鹰可能是以红色反光眼睛 筑成的黑幽幽的亚种毛头鹰 你来决定到底是不是吧 战斗还是逃跑 在华盛顿州圣海伦山的东北侧 有一个被称为猿猴峡谷的地方 但是由于美国没有官方记载的 野生猿类种群 你可能会想知道 这个峡谷是怎么被命名的 事情要从1924年说起 有一天 五名在该地区拥有一间小木屋的金矿矿工 在前往附近湖泊的途中 遇到了四只高大的动物 它们迈着直立的 像人类一样的步伐在森林中穿行 这与瑞士地质学家 路易斯·弗朗索瓦·费尔南·赫克托德·洛伊斯 四年前声称在南美洲热带雨林拍摄到的猿人一样 这些动物全身长满黑色长毛 但矿工们遇到的猿人 长着约四英寸长的尖耳朵 其中一名矿工弗雷德被这些怪兽吓了一跳 他用步枪向他们射击 吓跑了这些怪兽 但事实证明 他的暴力行为是错误的 那天晚上 矿工们被巨大的石头砸向他们的小屋惊醒 接着 巨大的身躯开始撞击墙壁和门 猿人在报复他们 但是 他们没有退缩 当猿人最终在船舱顶上撕开一个洞时 矿工们用手枪向黑暗中射击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 喧闹声突然毫无征兆地停止了 矿工们艰难地走出木屋 弗雷德看到远处有一个猿人正在盯着他 突然 他不见了 但绝对没有被遗忘 袭击发生后 弗雷德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他相信猿人是超时空生物 并解释说他一生都经历过灵异预感和幻觉 在这些预感和幻觉中他看到了猿人 不出所料 他的说法遭到了许多人的反驳 最流行的说法是 是当地的一帮年轻人轰炸了小木屋 当地的公园巡护员也不相信 在他们看来 矿工们精心策划了整个事件 包括伪造了后来在木屋附近发现的14英寸长的脚印 尽管如此 当时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报纸 还是大肆报道了这个故事 遗憾的是 小木屋的确切位置已无从考证 但猿猴峡谷仍然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徒步旅行目的地 很显然 想要把人们吓跑 除了挥舞石头的猿人之外 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成双成对的恐怖之物 1951年6月7日 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两个家庭 相约在圣达菲滑雪盆地一起野餐 当大人在准备食物时 五岁的珍妮特 七岁的拉里和三岁的斯蒂芬 开始一起在树丛附近玩耍 一切准备就绪后 父母们惊恐地发现孩子们不见了 他们立即开始四处寻找 认为孩子们不可能走远 但当他们在附近寻找无果后 他们知道 孩子们可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树林 但奇怪的是 考虑到树林地势陡峭齐区 对于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 穿越树林似乎是不可能的 家长们立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 当夜幕降临时 他们架起两盏巨大的射灯引导孩子们离开 并彻底搜查了山的下策 但是 尽管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 夜晚还是过去了 白天到了 到了第二天下午 情况变得十分严峻 直到一名志愿者在山上三英里般的地方 有了惊人的发现 志愿者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孩子们 从一根原木后面探出头来 他们挤在一起 明显受到了惊吓 但除此之外并无大碍 当警察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时 七岁的拉里的说法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在玩耍时 孩子们走到了森林深处 直到他们意识到听不见父母的声音了 然而 他们听到的是一声咆哮 紧接着一只熊从灌木丛中窜出来 向他们冲来 孩子们在熊的追赶下冲了出去 但最奇怪的是 熊并不是单独行动的 孩子们声称看到一只大猩猩和熊 一起在那片区域游荡 这两只野兽夜以继日地追赶他们 他们最终藏了起来 当然 孩子们还小 无法判断这些都是真实的 还是想象出来的 另外 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 其中一种往往生活在非洲 他们之间进行合作似乎不太可能 但如果是虚构的 也无法解释 三个这么小的孩子 是如何爬上三英里半的山腰的 也许他们真的被追赶 即使不是被大猩猩 也可能是被两头熊追赶 但这种追赶的肾上腺素 是他们能够爬这么高的山 话又说回来 如果没有人亲眼目睹孩子们 所看到的一切 谁又能保证大脚怪 不是在圣达飞度假呢 野兽的标记 红帝网用户 Nate0113 十岁时参加了 田纳西州东部的一个夏令营 大部分经历都很正常 他去漂流 在食堂吃到了 有质量问题的食物 哦 还有 你猜对了 围着篝火讲恐怖故事 这个听起来令人愉快的夏令营 本应该持续四天 但Nate只坚持了两天 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妈妈了 在夏令营的第二个晚上 Nate在食堂做清洁工作 当他打扫完时 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洗澡 冲洗到一半时 他听到洗澡的房子外面 有嘻嘻嗦嗦的声音 红帝网用户 把这归咎于他的朋友们 想搞恶作剧 于是他洗完澡 收拾好东西 准备穿过漆黑的露营地 去男生们的小屋看一看 Nate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 他提着一盏 几乎没有任何光亮的小灯笼 在临间穿行 他走到离小屋 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 毛骨悚然的声音声 就从他面前传来 Nate吓得立刻扔掉了灯笼 朝相反的方向冲刺 但由于什么也看不见 他半了一跤 摔在了什么东西上 一个软软的 湿透了的东西 Nate惊恐地听着 那怪物又发出了一声声音 但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手电筒 和一脸关切的辅导员 他们也听到了 更可怕的声音声 当他们的灯光闪过他时 Nate看到了他 他身上沾满了黑亮的液体 介于红色和黑色之间 这只有一种可能 辅导员把Nate带回小木屋清洗 第二天一早 他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Nate很多年 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直到有一天 一个朋友告诉他 Nate离开营地后发生了什么 显然 在剩下的几个夜晚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声 仍在继续 当辅导员在 Nate摔倒的树林里 继续搜寻时 偶然发现了 把Nate绊倒的东西 那是一只鹿 只不过 他的头离身体有几英尺远 是不是令人毛骨悚然 最终 Nate选择相信是山师所为 尤其是考虑到山师经常把猎物藏起来 以便日后再回来 更不用说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声了 但听到他的故事的其他人则认为 红迪网用户可能遇到了 旺普斯猫 这是一种半人半猫的怪物 有人认为 他在田纳西州东部的森林里出没 但无论我们的红迪网用户 遇到的是神话中的混血怪物 还是普通的美洲狮 都没法减轻他的遭遇的可怕程度 不管他是什么 他显然是吃肉的 Nate很幸运 他最终没有变成这只怪物的一餐 那么 你是相信这些报道中的遭遇是真实的 还是认为他们只是人们凭空想象的呢 关于这个话题 你是否也曾经遭遇过 与不明食物动物的恐怖邂逅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一如既往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